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小峰 今天要跟各位来谈228事件的背景 也就是228事件的原因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谈今天的这个主题 也可以说为什么会发生228事件 这是今天我要跟各位谈的一个主题 那么我们时间就从二次大战结束 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日本投降了 好 日本投降之后 台湾人的心情是什么 台湾人的心情其实是兴奋的 暗中是高兴的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 这是中山堂外面的群众 很热烈的来参加当时的受享典礼 时间是在1945年的10月25号 中山堂外面 那么那个时候军队 国民党的军队 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军队 这个进入台北市的时候 台北市市民 30万市民夹到欢呼 我们看到画面上 当时的一些青年学生 还穿着日本时代的制服 拿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来迎接当时的军队 好 我们看到这一张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这个 中山堂外面的热烈的情形 我们看到这一张是延平北路 欢迎的牌楼高高的挂着 我们看到这一张青年学生 夹到在迎接当时的军队 我们看到这一张是台中火车站前的牌楼 这张也是军队受到欢迎的情形 我们看到这个是地方民众 欢迎国民政府的合照 这一张也是青年学生游行 欢迎所谓的台湾光复 我们看到这一张刚才看的 这张延平北路当时叫做太平通 欢迎的牌楼高高的挂着 庆祝光复台湾 可是我们注意看 这个画面牌楼上面的欢迎的标语 国旗挂返了 国旗为什么挂返呢 我们知道当时日本人统治五十年 难得看到这一面国旗 所以大家对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旗 其实是陌生的 所以在迎接中华民国的时候 大家就在讨论说 这个青天白日到底是在左上左下 右上右下在那边转来转去 像日本时代国旗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红国有一个红红 回来回来都一样 所以当时大家在讨论说 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个青天白日要挂在 左上还是左下右上 搞不清楚 结果挂出来是在右上 但是我们知道中华民国国旗 其习惯性的 青天白日是放在左上 那么这里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台湾人尽管当时满怀期待地迎接心中的祖国 但是连祖国的国旗都很陌生 这说明了说其实台湾对对岸的那个中国 其实是相当陌生的 连国旗都不清楚 好 那么这张像这样的一个景观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 这是台中火车站前的牌楼 你看还做对联 迎接当时心中的祖国 我们来举个知识分子的反应 比如说像我们中间看的这个图 这是陈欣丹欣 在日本时代跟林宪堂他们从事民族运动 而陈欣还是台湾最早的信托公司的创办人 大东信托 那等于是集合了台湾人的资金 所成立的一个本土金融事业 那日本人对他们都很小心的 很忌讳的 那么陈欣他们就很热烈的 联合了林宪堂 叶荣忠 这些当年的民族运动的人士 组组了一个叫做欢迎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 准备迎接当时心中的祖国 然后交唱国歌 搭建牌楼等等 我们现在讲回来 假设陈欣他会知道说 一年四个月之后他就要死了 他会欢迎吗 当然不可能 好 我们看这位 这位彭清靠医学博士 有没有注意到他长得很像彭明敏 他就是彭明敏教授的爸爸 那么他当时在高雄 也组织了欢迎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 而且他担任主席 他哪知道一年四个月之后 他差一点被枪毙 当时就是很满怀期待的迎接 那我们不得不要问 为什么台湾人在热烈庆祝所谓光复的一年四个月之后 竟然爆发了这场冲突 我们甚至也可以问 是什么原因酿成了228事件 或者说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 228事件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我们如果从前面看到的热烈欢迎的心情 怎么后来会变成这样的一种结局 我们不得不提出前面的那些问题 那么面对前面的那些问题 过去的国民党官方的说法 说认为228事件都是因为台湾人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影响 那这个道理 这个理由有点好笑 如果我台湾人是受了日本奴化教育的影响 那我应该你要来我就反抗了 怎么会是我满怀期待的热烈庆祝呢 热烈欢迎呢 那我要请问这些热烈欢迎当时的祖国 难道是日本奴化教育的影响吗 怎么会是欢迎完之后最后才产生冲突 所以这个理由不通 那第二个理由 这个国民党政府过去这样讲 说因为就是台湾人受到共产党的蛊惑 受共党的煽动 所以才会起来反抗当时的国民政府 那我们要问当时的共产党有多少人 算一算数十人而已 勉强都不到一百个人 那仅凭着这数十个人 就可以起来煽动全岛的民众 起来对抗国民政府 你国民政府不搭国的 怎么可能 怎么 所以这样的一种理由等于是 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所以这个不通 况且我们后来资料也很清楚 当时的中共人员 比如说钱长在陈以宜手下 当时的行政长官公署 有一位金瑶如 他是中共党员 他后来他也回忆 他说当时在台的共党势力 非常的单薄 他根本没有作用 他们不但不可能起来煽动人民 而是事件爆发之后 他想要成事而为都有困难 他自己都承认 所以把这个责任归到共产党去 那当然这个是讲不通 讲不通 那我们看中共也有解释 中共解释228事件 他说228事件是台湾同胞 响应延安毛主席的号召 的一个革命行动 你去看看当年的人 所有的回忆录 有谁提到说 他们在响应延安毛主席 连知道毛泽东在哪里都不清楚 那我们台湾有一些学者 亲共的学者 也这样讲 他说228事件是全国范围内的 中国人民反抗国民党 政府腐败统治的一部分 这个当然是 一样都是中共的一种解释 那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子 我们事后这个资料很清楚 都可以说明这些讲法 这些讲法根本就是政治性的讲法 那么我们要问 那这近几年来 有关228事件的解释 说明他的成因 有没有一些比较合理的 当然有 比如说 这个有一种讲法叫做官逼民反 包括像马银九先生 他也承认了 当时是官逼民反 没错 当时的政治的腐败 官员的腐败造成民间的反感 那当然是一种官逼民反 所以这个解释当然是有它的道理 只是我们觉得还不够周延 那么有人说228事件是一种族群冲突 228事件是不是族群冲突 当然表面上有族群之间的对立 有族群之间的冲突 这个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事件爆发刚开始 很多本省人殴打外省人 这个有发生 然后最后是外省军队屠杀本省人 这个当然更清楚 这个表面上来看 好像有族群冲突 可是这个基本上都只是表面而已 我们说族群冲突应该是一个社会里面 长期的不同的族群相处在一起 引发的这种对立跟冲突 那才叫做族群冲突 长期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的两个族群的对立 才是族群问题 但是若来自不同社会的两个族群 也就是说有一群新移入者的新族群 跟原来住在这里的旧族群 之前的关系 那个就不只是族群问题了 那个其实是两个社会背后的文化 历史等等的问题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来谈它 好 那我们厘清了228事件过去的解释 之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台湾人原先是怎么样的期待的这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所以我们先从一个心理的背景来了解 那么我举当时的很多人 很多特别是知识青年 他们主动的在地方上发动一些团体 地方团体 然后来维持地方的秩序 保护日本人留下来的敌产 那希望能够让国民政府来之后能够顺利接管 这个情况在当时很普遍 甚至还后来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 就是这个例子 那我们看那个吴卓柳先生 一个台湾很有名的作家 吴卓柳先生他就描述了 他在他的这个他的著作里面 有一本台湾连翘他就谈到了 他说对这些接收人员 台湾人打从心敌 以对待英雄的方式来欢迎 这是当时吴卓柳讲的 我们后来也知道 这些把他当作英雄的欢迎 最后是失望的 为什么失望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还是继续了解 当时一般台湾人的期待 我举台湾省参议会的成立来看 我们知道所谓光复的隔年 各级的民意代表纷纷产生 那么台湾最高级的代表 这个民意代表就是台湾省参议会 那么当时要选出参议员30名 结果在参选的人数高达多少 高达1180人 选30名而已 竟然高达1180人 这个参选爆炸 我们就拿台南县来看好了 那个台南县是比今天还大 包括云林跟嘉义 还有台南 云嘉南 这个大台南县 总共要选出四名 结果候选人多少 有481个人 这个参选爆炸 这种激烈的竞选 这种盛况 我看应该是空前绝后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 当时台湾知识分子 这个参选对新时代的一个期待 但是我们晃个镜头 那个这一边是满怀期待的迎接 可是那一边来接管台湾的 被认为祖国的那个政权 却是以一种征服者的态度 来接管台湾 那当时设立了一个组织 叫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这个行政长官公署 这个机关拥有行政立法 司法 军事各大项的大权 急于一身 比日本时代的总督府的权力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等于是变类似一个 日本时代的殖民体制的延续 所以这样的结果 当然台湾人会失望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行政长官公署 他的组织条例 我们就拿前面三项来看就好 那么这个组织条例第一项 第一条 台湾省战涉行政长官公署 隶属行政院 自行政长官一人 依据法令 中理台省的政务 那么第二条规定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于其职权范围内 得发布属令 并得制定台湾省单行规章 第三个 行政长官对于在台湾省的中央各机关 有指挥建都之权 我们从这三条一看 就马上可以很清楚 行政长官公署的这种制度 其实就是一个行政首长专断制 这根本就是长官独裁制 所以所有的问题 其实就在这个所谓的 长官独裁制度之下 所谓的新殖民体制之下 很多事情就爆发了 那么当时派来担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 这个行政长官就是这位陈宜 他同时还兼警备总司令 所以行政立法司法 其实都集大权于一身 结果民间就开始称呼他 这个是新总督 然后把行政长官公署 民间就把他称为新总督府 很多问题就在这个情况下产生了 这是行政长官陈宜 抵达松山机场时候的照相 你看他还穿着军服 还穿着军服 好 那接下来很多问题 就在这个长官独裁制之下 开始爆发了 开始出现了 我们分别从各方面 各个角度来观察 战后出席台湾的官场 它的政治文化 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文化 首先马上就发现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大陆人垄断权威 所谓外省人 重要的位置几乎是外省人所垄断 我们就以行政长官公署 高层的21名高层人员 从行政长官各处处长副处长 这样下来 21名的高层人员当中 只有一名台湾人 而这一名台湾人 又是副处长 教育处的副处长 而这一名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 又在228事件的时候被杀害 这是高层的 我们如果接下来来看第一层的 长官公署 中层的316名的官员里面 台湾人只有17人 其他299人都是外省人 这种现象我们就发现说 日本时代不是也这样吗 日本时代甚至台湾人还没有那么少 就发现说台湾不是光复了吗 但是光复之后的结果 台湾的重要位置为什么没有光复 为什么还是由外来的中国人来担任 那等于是外来的中国人 取代了日本人 在台湾的统治者的地位 这个现象开始让台湾的知识分子 开始失望了 好 我们接下来 还有一个现象出现 什么现象 也就是说这个单位 这个机关 由外省人主管担任之后 他开始千亲隐妻 叫做看亲隐妻 所谓的家族政治就出现了 我们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台南法院 结果台南法院里面的职员 有一半都是院长的亲戚 花莲港的法院也有这种现象 这个现象不是我们现在乱讲 这个都有案可查 当时的林茂生所主办的《明报》 他也讲出来了 这段文字就叙述出来了 我们看一个例子 农林处检验局 一个姓叶的局长上任之后 竟然把一位拥有30年经验的记证 姓范 范先生把他撤走 然后换他的二房姨太太 这个名字都有 来补缺 这个现象在日本时代不可能有 甚至还有一个更好笑的 在高雄一所专修学校的校长 一个刘校长 他竟然骗了一个不适智的人 来当老师 原来这个不适智的人 就是这个校长的岳父大人 这个都是所谓的千亲隐妻的一个现象 台湾人看了傻眼 怎么光复的现象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差别待遇也来了 什么叫差别待遇呢 基本上就是薪水不一样 同一个工作 同一个单位 同一个局职 台湾人的薪水只有外省人的一半 这个现象就是所谓的加薪 他们说外省人来台湾这里是偏远地区 所以要薪水多一倍出来 这个现象在日本时代有没有 有 日本时代叫做加缝 殖民同志时代是加缝 可是日本时代的加缝是加六成 比如说台湾人领十块钱 然后日本人就领十六块加六成 可是所谓光复之后 台湾人领十块 同一个单位 同一个工作 外省人是领二十块 就是差别待遇就来了 对台湾人来讲 他会高兴吗 当然不高兴 他认为说我们不是光复吗 这不是自己的祖国吗 为什么祖国对我们的待遇反而差更大 大家都不能平衡了 好 我们再看 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也出来了 比如说在道路上没有看过甘蔗的人 来到台湾还可以进入所谓的堂厂 日本人叫做会社堂厂 然后担任主任 厂长等等 比如说在道路上没有看过火车的 来 进入铁路局 薪水还更高 举个例子 刚才我们谈到嘉欣 当时的铁路局的一位简文发先生 是副站长 他说我一位他领四百块 在我的手下的线 他领六百块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下面的人其实应该只领三百块 但是因为他是外省人 他要加薪 所以他就三百变成两倍变六百 结果就变成比副站长简文发先生 又多 薪水变成又多 这个现象就很不合理 但是对来自中国的这些外省人来讲 你们这里是偏远地区 我来这里也很辛苦 所以要加薪 所以各站在不同的立场的感觉会不一样 可是你站在台湾人的立场 你会觉得说 你如果这里偏远地区你可以不用来 这里是我们的地方 为什么你来做同样的工作 你竟然薪水比我们多 这个是可以理解那种心情 好 除了这个之外 你如果说好了 品性很好 工作认真 那我就让给你 让你多领薪水也就罢了 可是不是这样子 不只是外行领导内行 接下来那种贪污腐败 那个是太严重了 很多民间开始 这个开就对了 说你们当时叫做接收 结果就笑他们说 这哪是接收 这根本就是结收 开始各种东西就吃都贪就对了 所以民间还有一种讲法 说这些委员几乎都是五子登科了 其实这个五子登科的讲法 不只是在台湾 在大陆上有很多沦陷区 后来重庆这些人都回去接收了之后 也都被称为五子登科 那什么叫五子登科 哪五子呢 包括金子 房子 车子 魏子 然后连女子 严爪母就接收 所以他们说这些接收委员 接收了这么多 而且都纳入自己的私囊里面去了 所以台湾人也发现说 哇 这个接收委员 这个贪污腐败的情形很厉害 那我们看看当时有一本杂志 叫做《前锋杂志》 这个《前锋杂志》的发行人 是廖家兄弟 廖文毅 廖文奎 那我们看廖文奎博士 曾经在《前锋杂志》 曾经这样指出 我们看一段文献 接收及行政人员 多系贪污之流 或工财私用 或敌产善卖 或福报不实 人在台省 心在上海赌场 全无节用爱民 经国济世之举措 其腐败卑劣 每非台报所能想象者 这是《前锋杂志》写出来的 所以我用一句话形容 说当时官场的贪污腐败的风气 让台湾同胞开了50年未开之眼界 可能有人会问说日本人不会贪污吗 我们去问过非常多的旗劳长辈 他们说很少听到日本人贪污 他说日本的官员 对台湾人差别待遇 台湾的地位当然跟他们不一样 有歧视 但是日本官场基本上不会乱收红包 我们看战后 我曾经去查过 民国35年1946年 1月底到2月上旬 当时林茂生主办的民报上面 有关贪污的新闻 两个礼拜里面就有六件之多 单独的新闻 不是重复出现的新闻 那等于是平均两天就有一件贪污新闻 这个几乎让台湾同胞开了眼界 而且让台湾人痛心疾首 我们来看看一个资料 台湾省行政展望公署 让当时的资源委员会 将台糖公司由日本官方跟民间制糖会社 所接收过来的15万吨的白糖 无偿的转卖给贸易局 然后运到上海出售 售款则存入了当时的四大家族 所控制的 名分上是贸易局上海办事处 其实是四大家族 就恐送蒋成四大家族 然后跟陈宇 分赞殆尽 所以使得台湾岛内的糖价暴涨起来了 那么当时上海出售的台糖美金130元 台湾却是美金170元 相差40块 那么乘以数15万吨 光是台糖这一项 台湾人民就被夺去了120亿的台币 这个当时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了 部分的新闻也出来了 所以这种贪污腐化的情形 在战后的 大概在1946年那一年 台湾就流行了一句俗话 一句谚语 这个谚语来形容当时的接收委员 当时的官员 党价 不说不价 然后就出现这句话 吃党吃铁 吃到阿卜米 有没有吃到长水 没有没有吃到沉腿 有吃到老腿 没有吃到倒轨 用这样来形容 那什么叫阿卜米 阿卜米就是铝 那个日本的外来语 阿卜米 那么这句话很长 后来民间就用前面这一段来形容 吃党吃铁 吃到阿卜米 无所不吃 很会贪污 这种情形 让台湾人痛心疾首 政治是这样的垄断 贪污腐败 表现在经济民生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的经济 可以说是一种统治经济 统治经济 全面垄断 那全面垄断代表着两个机构 一个是专卖局 一个是贸易局 那么行政展文公署有鉴于 日本时代的专卖制度很不错 没错 日本时代的专卖制度有它的成果 但是它有一个前提 你政治必须很清明 官场必须很连结 但是如果政治不干净 专卖制度反而会被称为贪官污吏 上下其手的机会 那么当时就一味的沿用了日本时代的这种专卖制度 然后对张老 火柴 烟 酒 杜亮恒 这些等等 这些民生用品全部纳入专卖制度 然后就无限的扩充 包括后来盐、糖、石灰 也由专卖局以外的其他机构来例行统治 当然民间的物资就开始缺乏 甚至强争米粮 好 另外贸易局垄断了全台的工农产品的构定 扩销跟输出 等于是工营事业无限的扩大 甚至超过日本时代的独占企业 这个经济的全面垄断 当然问题就来了 那我们刚才有举到了这个《前锋》杂志 我们再来看 《前锋》杂志在1946年就有一篇社论出来了 这篇社论的题目叫做《刘汉为祖国》 《灰类化台湾》 其中有一段话这样说 省内复原人数日增月佳 工营生产事业又因用事不得其人 致使各业半生不睡 因之失业者之数不能升算 物价因为官僚资本的剥削和台币的乱发 一丈再涨 甚至不知其终止点 所以以往产米产糖 闻名于世界的台湾的米糖的价格 反而比上海香港厦门等地还要贵 结果民生涂炭 民不聊生 谈到失业人口 当时全台湾600万人民 600多万一点 失业人口有多少 政府说40万 民间的统计说80万 我们把它折中算60万好了 600万人民有60万人口失业 尤其是很多人从海外回来 然后很多工作很多机会 是外省人站着 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形更加引起不满 很多生活的情况就开始困难 甚至美国的学者都发现 Washington大学的两位教授 这两位教授 在他们一起和写的这本书 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 就是这本书里面谈到台湾的情形 里面有一段话 我把它 这个是原文 我把它翻成中文 那些几乎为全岛经济命脉所系的日本企业 被纳入政府的专卖组织 并由大陆来台的中国人冲任其中 台湾的财富受到有系统的掠夺 他原文用Rooted Rooted就是掠夺 然后生产力大将 稻米顿然短缺 对台湾人来说 他们立刻感觉到 少数的中国官员将独占岛上的经济 外国学者也看到了 那其实不用外国学者看 台湾人深切感受 那我们举一些例子 价格来看 我们举台北市的零售米价来看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 战争刚结束那一个月 白米一台金两脚0.2元 这个指数一倍算起 经过一年四个月之后 1947年的1月 也就是228事件前一个月 一台金的白米已经涨到80块钱 涨40倍 涨40倍 糖涨50倍 一颗鸡蛋一年占20倍 吓死老母鸡 像这些对台湾人的生活来讲 马上感受到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在1946年 也就是所谓关户的几个月之后 有一本杂志叫做《星星月报》 这个《星星月报》里面 有好几位漫画家 他们每一期都会画很多漫画出来 那我从《星星月报》 发现几张漫画介绍给各位看 我们看这张漫画 在说明什么 说明米价跳得很厉害 从右边起算开始看起 400 700 1000 1500 1800 跳跳 跳到最后市面上买不到米 这个小孩子没饭吃 烤鸡肉晒像噴水底这样子 我们看这张 这张也是《星星月报》上面的漫画 时间是在民国35年 1946年2月1号 已经反映当时的米粮的问题了 这个官商勾结 囤积米粮 烘台物价 所以并不是米没有生产 是被官商控制着 结果民间买不到米 像这个漫画就在1946年就呈现出来了 我们看这张漫画描写贪官物力跟奸商合作 然后把民生压得透不过气来 我们再看这张漫画 这老百姓的眼中 也就是说当时一般台湾人看到这样的一种贪官污吏 然后生活很奢侈的情形 也看到了他们脑满肥肠 这台湾人百姓中的眼中 我们看这张凸显了两种不同的生活 右边这一栏就是这个接收委员或者是贪官污吏 生活很奢侈 然后收红包玩女人等等 然后左边这一边就劳苦大众 然后最后一张 米昂坑坑没米 生活困苦 这个漫画在当时都出现了 我们看这一张 这张是什么 这在描写这个香烟的摊贩 Tabaco这个香烟 那么当时很多人生活困难 找不到工作只好去卖香烟 而这些香烟很多是私烟 那当然这个是违法 可是他们只能违法为了生存 我们至于看这张漫画的作者 叫做叶洪甲 顺便看一下 叶洪甲在当时的新兴月报上面 画出了这种描写社会写实的这种漫画 我们看这个香烟的问题 不就是228事件点燃吗 香烟点燃了吗 所以叶洪甲画这张的题目叫做 砖卖风哪里垂着 没想到228事件就是由香烟点燃 可是叶洪甲在228爆发的时候 他差一点被枪毙 到处躲 还好躲过一劫 虽然到了白色恐怖时代他也是被抓 然后花了非常多的钱才赎回来 捡回一条命 可是从此之后叶洪甲不敢再画这种写实 社会写实的漫画 所以他后来就画什么 四郎 真凭 笑铁面 哭铁面 我们小时候就看这个 所以叶洪甲画画的这个风格的改变 其实背后有着一段 台湾的政治历史的背景 好 我们看到这里 继续看这些漫画 这个是走唱的跟旁听的 走唱的人是要唱的歌是要募款 是要希望能够有人给他钱 可是看的人一样没有钱 这也是很写实 我们看这一张更难过了 这个三格的漫画 你看第一个很多人跑当铺 中间这一格家徒四壁 没有米饭或者失业生活困苦 最下面一格干脆生活困难了 这个心情郁闷 最后一了百了 所以1946年那一年 台湾其实掀起了一个自杀潮 自杀的风气很盛 所以当时的台湾省国民党的省党部主委 叫李毅中他在一场演讲中他就提到 说我们这一年来自杀的风气非常的盛 为什么 当时的自杀不是情杀 是为了什么 生活困难 很多人就失业 我们甚至还看到一则社论这样写 社论的题目叫做 请政府按月发放心水 意思就是说政府也欠薪水 所以这样的环境在台湾人来感觉的话 怎么是这叫做光复呢 光复的怎么会生活更困苦 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背景 我们讲到生活的困苦 我想起了一首歌 在1946年非常流行的一首歌 这首歌叫做《修酒干》 描写着一个简破烂的小孩的一个心声 那么吴卓柳先生我前面介绍过 这个文学家吴卓柳 他也对这首歌有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来看看他的一段回忆 吴卓柳先生这样说 当时还有每天天还没有亮 就唱着《修酒干堂买博》的歌 这个描写 收买空酒瓶的收救货人 这支歌不是一个人在唱 而是全市大街小巷里面都可听得到 悲戚的曲调 戚戚戚戚戚地哀诉着他们的贫穷 打破黎明前的契机 撼动了人们的心 我的把台湾建设成比日本时代更好的理想 原来只是一场可怜的梦而已 想到这里真没有办法抑制心中的激动 这支《修酒干堂买博》的歌流行了好久 好 没想到这首歌其中有一段 成为今天垃圾车的其中的一段 《修酒干堂买博》那一段 那我们下面就简单听一段这首歌 来了解 透过这首歌的背后 可以了解当时一般人生活的那种困苦的心情 那四天抗梦 買買入囂 домisson 尾比之前穦 降到冰刃 咪咪咪眶起雙雙 gagn 付酒餐 浪喂留 海藏羽生 何爪藏維莫 唯你頭爪著羽毛 夾夾好夾咱們 民家民家 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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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 祝祟 教 師 教 師 教 師 教 有 中 人 藏 為 夢 海藏 君 生 花 爏 藏 為 夢 《中街 去逛太平東 會 去逛大廊本》 沒想到這首歌的隔年就在太平東 就今天的延平北路爆發了二二八事變 所以你看這首歌是充滿著歷史的背景 可以說是一個很珍貴的史料 我們從政治 這個官場政治 我們從經濟 民生經濟了解之後 接下來我們從社會治安的情形來看 經濟既然逆退 民生困苦 社會治安有可能好嗎 當然不可能好 必然是盜賊士奇 有一項統計我們可以看到 所謂光復的一年之間 台灣的刑事案件增加了28倍 28倍 刑事案件增加28倍是代表著什麼 代表著社會治安很差 因為刑事案件大部分就是殺人 偷 搶 這些都是刑事案件 其實這些刑事案件裡面 社會的治安不好的情況之下 其實跟當時的住在台灣的軍隊的紀律 很有關聯 當時的軍隊紀律其實相當的敗壞 那個我們來看看 我舉一段來了解 各位都看過李天璐的布德雲 這位布袋系大師李天璐 他曾經有一段回憶 他在當時的所謂光復的時候 他曾經跑去基隆的碼頭 要迎接當時的國民政府軍隊 可是他留下了一個什麼樣的 的一個印象 我們來看 他說 這是他的回憶錄裡面講的 大家看到一群黑黑髒髒的阿兵哥 穿著草鞋 背著紙傘 腰間記著網袋 從船上走下來時 全部的人都撒住 那些阿兵哥走起路來 還會哐嚷哐嚷作響 原來是放在網袋裡的鍋子 網筷互相碰擊發出來的聲音 看看一旁的日本憲兵 整齊的制服 綁腿及皮鞋 那些國軍就像乞丐一樣 大家的心都冷了半截 派這種兵來接收台灣 將來台灣還有前途嗎 這是李天路在編布袋戲所編的嗎 不是喔 我問過很多人 他們都是這樣的印象 我問過我的一個長輩 就是我叫他張公 就是我的阿嬤的妹妹的先生 我叫他張公 他也曾經在日本時代參加過台灣文化學會 他在所謂關戶的時候很高興 他從台南特技跑到基隆的碼頭 我迎接心目中的祖國的部隊 那我就問張公 你去迎接的結果 你有什麼心得 他說我看到那些部隊之後 我回來靠青梅戲劇 為什麼 他說那個哪像是軍隊 那個亂七八糟 然後亂叫亂喊 在馬路邊小便什麼都來 土壇 他說這是我的祖國的部隊嗎 這個部隊怎麼能夠打贏日本 他說好 那接下來我是要接受這些部隊的統治的話 那我慘了 所以我的長公當時他自己講 他說我靠青梅戲劇 然後慘了那怎麼辦 那其實這個說明了背後 台灣人失望的一個其中的一個因素 我們再來舉 當時的憲兵第四團團長 我們前面說好 台灣人你自己是不是有偏見 那我們來看 當時的外省軍隊 憲兵第四團團長 一位叫高維銘 他也回憶當時的情形 他回憶當時的軍隊紀律的情形 我們來看這一段回憶 這高維銘說 二十五日接收以前 我便莊到台北各地走過 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 現象真好 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 夜不庇護 路不時宜 商店定價後不作性討價還價 電動可說是同手無欺 對每個人都很和蔼 誠實 風氣太好了 我非常感動 但是七十軍的部隊實在太糟 該軍在基隆位下船之前 雖有靈心上岸 披著毯子 拖著草鞋 隨便在船邊大小便著 因範圍小 影響不大 正式下船時 雖然整對而行 其服裝破爛 不堪入目 於夾道歡迎的人群中 頓使台省同胞失望 繼續看 七十軍是先我一周來台的 這些兵在10月25日開始接收之日 放出來以後問題多了 當時台胞普遍都騎腳踏車 譬如到郵局辦事 都把車停在郵局前面的車架裡 那些兵一看沒人鎖 也沒人看 騎了就走 那時候沒鐵門 也沒圍牆 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 種些花草 有少數士兵一看 屋裡沒人 跑進去拿東西 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 還有不守秩序 他們習慣坐車不買票 搭火車不走正門 從柵欄上就跳進去 上車也不走車門 從車窗就跳進跳出 當時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 該軍一少校參謀 吃飯時對女招待 動手動腳惹起反感 乃開槍示威 這個都是當時高維銘先生 這個憲兵團團長 他親眼看到的情形 他曾經在這篇文章 台灣光復初期的軍紀 寫下了這樣一個回憶 我們說228事件前 台灣人民為什麼會失望 這個現象當然失望 當然失望 高維銘看到這種軍紀這麼敗壞 他很擔心 所以他就趕快想辦法要反映給中央 所以他回憶錄有講到 35年元旦又發生毆打憲兵事件 所以我沒有參加閱兵 就回去以統一文藝發電報給重慶 也就是說當時的國民政府還在重慶 還沒有完全回南京 那麼給當時的總統蔣介石 以及參謀總長何應青 還有軍政部長陳上將等 那麼這個建議也大意是說 光復台灣不僅在接收這塊土地 主要還在收取台灣620萬同胞的人心 由於軍隊紀律廢遲 一眼以蔽之 堅引如掠 結果輕痛愁快 日本人快意台灣同胞失望 使大陸來的有心之人痛心 我希望徹底整治軍隊 如果所舉非時 我願負法律上反作的責任 這個高文明先生畢竟是有良心的 畢竟是有正義感的 所以他覺得這樣的話會讓台灣同胞失望 所以趕快反映給中央 可是來不及了 軍隊一樣到處惹事生非 我們再繼續舉一個史料來看 這個是黃順興先生 他曾經後來擔任過台中縣長 也曾經擔任過立法委員 那麼黃順興在他的回憶路 走不完的路裡面有這麼一段回憶 請各位來看看 黃順興這樣說 我曾在高雄街頭親眼目睹過 士兵們三五成群的遊蕩者 衣冠不整 小腿綁著裹布 中間露出了膝蓋 他們出來時大概是生平第一次看到 這麼清潔的街道 和有秩序有禮貌的人群 大概是自感不如吧 有點怕怕的 顯得劇場的樣子 日子久了 受到那些官長的不良作風影響 也慢慢地膽大起來 當時他們對拍照最有興趣 一些照相館 一到星期日便門庭弱勢生意興隆 可是問題就來了 一些士兵沒有帶錢去拍照 提照片的時候 竟以照的不好為理由 拒絕付錢 但是照片卻拿了就走 初時相館主人還能夠忍耐 後來那些閃兵食髓之位 還煽動隊友仿效 如此一來受害的照相館增加了 怨聲士氣 於是這些老闆便開會決議 對官兵要先收錢才照相的辦法 此舉立即引起他們的反感 就用機槍 用機關槍迫使相館主人照相 還不付錢 不屈從 便開槍打爛店內的櫥窗 大玻璃 民眾報案也沒人管 這種惡風後來竟渲染到 白吃白喝的地步 在民眾在槍口之前敢怒不敢言 就這樣從熱烈迎接 歡迎國軍的高潮氣氛中 很快被推落失望的深淵了 這就是228事件 累積噪音成了定時炸彈 所以228事件為什麼會那樣子 軍紀的敗壞 也是其中的一個因素 那麼甚至我們來再舉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有良心的外省作家 他出身軍隊叫張拓吾 大家對他應該都很熟悉 那麼張拓吾也有一段回憶 他說夜不庇護的良好治安 以飼養的家庭來說 居民都是一樓一樓放在自家門外 和腳踏車一樣 從來不加鎖的 也從來沒有遺失過 然而自從這個中央軍進駐以後 基隆 壓隆 腳踏車什麼的 便時常無故失蹤 壯士一去膝不復反 那個張拓吾還說當時的騎士軍 民間把他們稱之為查拉邊 這些資料都不是我自己編的 都是很清楚的當時的人所看到的 不論是本省人 不論是外省人 他們所看到的當時的軍隊的紀律 這些軍隊的紀律 當然造成民間的反感 很多軍人耍賴 威脅 詐欺 恐嚇 調戲 搶劫 殺人 無所不為 無所不為 像這樣的情形 軍隊紀律的敗壞 非常多舉例不完 我們先告一個段落 接下來這一集 我繼續從軍隊紀律的問題 繼續談下來 我先告一會兒 你夠了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